是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畫 就是會讓你那個頭 那個毛髮就是被蒸發掉 然後你有時候放上去 還會看到那個氣泡這樣子 就直接把它融掉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很危險 讓它那個很嗆鼻的味道 哇 這些化學反應妳沒有感覺 沒有 我那時候只是看到毛髮掉了 心裡就很開心 如果它不給我用那一罐的話 我還要慢慢地拔 那女人為了曖昧 妳看多麼勇敢往前衝 對 那音樂媽呢 也用過蜘蛛凝膠 我用過蜘蛛凝膠 因為之前就聽說很厲害 它會說就是塗上去 慢慢它會軟化角質 然後你再用洗澡的海綿 去輕輕搓它 它就會掉 結果它是說等10分鐘 然後我就等…等10分鐘 然後再戳掉也沒有 然後我就再洗第二次 然後再洗第二次 然後結果後來我再次等15分鐘 然後我依然就是抬在那邊 它就是很… 就是完全都沒有用 所以這些你看 這幾種的這個除毛小物啦 朱醫師 到底有沒有什麼比較有用的 你的看法 比較有用 其實市面上 其實還是有真的所謂的這種除毛膏 那其實它的原理 其實也是跟立人講的一樣 它其實它就是讓你這個毛髮的部分 接受到這些化學物質之後 有點所謂的蛋白變性的一個效果 有點像是燙頭髮一樣 就是燙頭髮就是讓這個… 對 它就Q起來了 對 讓它Q起來這樣子 那就是Q到某個程度 它其實它就斷掉了 那跟胃頭髮燙一燙就光 我為什麼… 不然就不見了 對 哈哈哈哈 除了頭髮以外 全身毛髮都很濃密啊 好啦 我沒有在care那個啦 那它會有什麼嚴重後果嗎 其實這部分是這樣子 就是說為什麼它會希望 就是你用棉花棒去點那個毛髮 就是不希望就是說 你接觸到太多這個肌膚的面積 那你皮膚的部分的話也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短時間 你是不會有什麼感覺 但是長時間的話 其實會有產生一些病變的一些可能 因為一般的話 其實它是以疫毛為主 那疫毛的部分的話 其實你手這樣放下來之後 其實這些藥物就一直在這邊 一直接觸著你的皮膚 所以就比較容易會產生一些 過敏的一些現象 剛剛你這樣試過各種的 最好用 或者說它的效期比較長 到底有沒有 有啊 我自己尋到的兩個就是雷射 雷射我覺得它可以維持比較 是疫勞永逸嗎 不是疫勞永逸 我覺得還是看個人的體質 可是它真的像我這邊之前 我有去做雷射 然後很神奇的是 它一個多月後都還沒有長 我那時候只想說隨便弄弄看 因為朋友都在用 差不多兩個月後 它才再長出來 可是比較細 而且比較稀少 那我現在這邊的毛髮 真的就是比較慢長 真的啊 而且我沒有長出來 你只做過一次就對了 我只做過兩次 兩次而已 雅蘭不及了 雅蘭她也去雷射過 她也去做 我看她做不曉得是 三次來五次之類的 看天氣 差不多嘛對不對 所以不能說一兩次 你叫她永久性有效 那再長出來怎麼辦 再去 她就做啊 其實她是要再去做 出一次比較熟啦 對 如果說長 因為除毛的部分是這樣 就是說不管再怎麼除 其實都還是會有一點點的細毛 尤其是像這種地方 就是會一直長毛的部分 特別嚴重 這個毛囊的這個生長周期來看的話 其實真的是要五次到六次 是比較合理 差不多這一代的這樣子 那這個除毛大家就了解了 所以這個是比較 比較永久性比較好的一個方向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 印象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出汗 你這邊吃咖哩嗎 不好意思 而且是綠咖哩 有時候很多人說 飲食是不是會影響那個汗的味道 對 大家覺得是這樣子嗎 因為飲食 印象 味道 它會有些過重的感覺 會很尷尬的話 會有更困擾過的 來 請舉牌 不敢承認嗎 現在大家都說出力了 沒有 舉牌不是講自己 或者是你曾經聞過那個味道 讓你覺得 身受其害 來 請舉牌 來 大家說給我舉牌 真的 來賓人 是別人 對 是別人 我心想同學沒有這樣的問題 要謝謝我媽媽 因為她的體質的關係 然後加上我都有除毛 因為其實沒有除毛 真的會有時候會有小小的味道 除毛 那除了就不會有味道 因為你看你想想看 你流汗 然後頭髮在這邊毛髮在這邊 然後就是一直堆積在這邊 然後你就整個就悶在那邊 一定會有味道啊 你頭上油了也會有臭味啊 你頭油也會有味道啊 你把我的頭皮更腋下才會有 你看頭都會有味道 腋下更會有味道 因為比較流氓 那我是在美國比較 聞過這樣子有體味的一些 那個機會 對 因為就是在國外有很多不同 就是種族的人嘛 那像比如說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是那個印度人 Pakistan來的 他們家每天都是吃咖哩 真的是吃了東西 對 所以他們就是從身體散發 毛細孔散發出來都是咖哩味 而且他們的毛髮很多 就是男生全部胸部都是毛 都沒有辦法 你有近距離聞過嗎 不好意思 同學借我聞看 不用近距離 你就是他走過你就可以聞到 而且在美國的Subway地鐵 真的常常會聞到旁邊 就是你知道 亞洲人真的我覺得運氣 就是很好 沒有那麼多的體味 外國人會比較多 因為他毛髮多 然後就是你在Subway 你知道他們就是 手會舉起來 就是去hold那個handle 你整個是抽到一個不剛剛好 其實我還蠻有經驗的 是因為我都在上瑜伽 我有時候會上印度老師的課 那你才一個老師啊 沒有 一個老師可以 讀愛瑜伽的話 因為我常常會去上熱瑜伽 然後熱瑜伽教室都是40度的溫度 有遇到一個蒸發 對 有的時候 那印度老師大家都真想想要去上他的課 所以他的課裡面 大概會有50個學生 然後那個教室又是非常密閉 你要在裡面上一個小時的課 然後那個 你在裡面剛進去覺得很臭 老師在裡面 你進去就會覺得很臭 等上完一堂課之後 你會覺得沒那麼臭 可能你習慣了 然後在你走出這個教室之後 你會發現 原來我自己身上也有 對不對 來 英語嗎 有 我會吃比較重鹹 那一陣子是比較重鹹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也會有 你說是你吃嗎 對 我自己 你是我們節目第一個 這麼勇敢承認住的 我可以啊 我們原住民吃的比較鹹 你手不要舉起來 沒有 現在沒有 我說你是原住民 對 然後我們原住民有一陣子 我就回花蓮 然後我阿嬤他們都會吃比較鹹的東西 因為東西都是醃的 用鹽巴醃的 我就覺得那陣子吃的東西好鹹 然後味道很重 煙豬肉什麼的 對 超好吃 對 然後結果我後來就覺得 因為又夏天嘛 就覺得好像體味 那個很接近糊臭味 我想說 你自己聞得到嗎 我自己好像也聞得到 因為流汗啊 因為我不是會有糊臭的人 然後我想說不行 要把它消滅掉 我就剛才喝水 一直喝水一直喝水 然後盡量少吃這種鹹的東西 然後好像就是 就味道就比較淡就沒有了 所以吃東西跟身體散開的味道 真的這麼直接性嗎 來 張醫師 我從小把第一當試驗品 對 因為自己想說先試他 他OK 我一定OK 男生就運動回來的那個臭味 跟襪子一脫掉 哇 那個汗味 對 所以我就自以為聰明 就幫他買了那個紫漢膏 可是他就是越差 可能就是茫茫橘色了 所以就是開始發言 我說 妳好看